第3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都给我上 他没开 通啊 一群小卡拉米 快说 十字小姐在哪 愚蠢的龙国人 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就是 小帅哥 你没发现你落单了吗 小子 你不会以为我们打不过你吧 真是可笑 烈士小鸡就把你骗过来了 我惹你个DG 还会掉骨离山 不过就凭你们 就凭我们孩子拿你没办法 不过 既然来了 那今天就留下来吧 森口大人 你们几个干得不错 不愧是我们扶三国的武士 这次回去我会上报主上 好好的嘉奖你们 尊敬的森口大人 能为组织效力是我们的荣幸 游戏 不错 不错 啥玩意儿 我惹你个DG 还森口 你就是畜生来了也不好使 小子 你死气到了 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哈哈哈哈 你们龙国有句古话 实时误者为俊杰 我劝阁下 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不行 老大一个人在那边有危险 我得速战速决 我惹你个DG 交出十四小姐 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嗯 小子死到临头还嘴 都给我上 抽啊 哼 一群小卡拉米 找死 说 十四小姐在哪 我承认阁下的实力很强 可如果我拿出这个大宝贝 阁下该如何应对 你真是个土鞭 这里可是神龙国 你难道不知道 天下武功 为肩不催为快不破 你猜七步之内是你的枪快 还是我的拳快 我不信 我知道你们神龙国 流传着一句名言 七步之内枪又准又快 所以 小卡拉米 现在怎么说 什么 呃 你这是什么实力 我靠 这速度 我竟然没看清 神龙国果然卧虎藏龙 竟如此高手 不过 我惹你个DG 打不过玩鹰的事吧 劳子先嘎了你 你 你们 小子 你的实力再强 中了我的无情死 怕是也撑不住半分钟 我这飞镖虽然没击中 不过空气中的毒粉 已经被你吸进去了 是不是浑身无力了 我惹你个DG 果然是卑鄙小人 真是个难缠的人 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了 过去嘎了他 动作麻溜点 另一边我想应该也快了 好的 神龙军 我这就去 可惜了这么个小帅哥 让我调教一下多好 小子 根本没有什么十字 只不过看他长得漂亮 吓唬吓唬你而已 去死吧你 都给我住手 你D 什么D干活 一群三头猪也配跟我说话 铁柱哥 你醒醒 真是个傻子 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 你要是死了 肚子里的孩子可就没跌了 人家还等着你打我呢 小姐不用担心 她中了点小毒 婚事了过去 一会拿了解药就好了 混蛋 你竟然敢打我 哼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门你自来找死 阿贵 别打死了 还没拿到解药呢 这位小姐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阻挡我们三头猪做事 哼 我管你什么三头猪 六头狗的 敢打我男人的族裔 我让你们一个都走不出滨海 阿哥雅路 你这样的女人 真可行 哼 敢对小姐出言不许 招死 哼 刚才要不是偷袭 你能碰到我大哥 美智子不要轻敌 这人实力很强 龟田群 你没搞错吧 我看着也就是普通的舞者 没这么夸张吧 哼 我家小姐刚才留你一命 你要学会赶紧 赶紧把解药拿来 阁小 你虽然实力很强 但是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你怕是讨不到什么好处吧 废话少说 交出解药 我可以让你们boss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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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吗 你忘了 上一个这么说话的人 已经躺在那了 无知小儿 既然这样喜欢这里 我看你们就永远留在龙果吧 哼 哼 我看是谁找死 两个象把小宝贝们 哼 标宠小技竟然敢搬门弄火 这就是你们最大的仪仗了吗 真是无趣的很 看来你们对龙果还真是一无所知 蛙丑 这不可能 你怎么能够挡住我们的子弹 赫摸的 你还是人吗 我们调查过铁柱 他身边没有你这样的高手 哼 批划争动 交出解药不远 我教你个大西瓜 嗨 我们认输快快快 把解药交给这位阁下 阁下 我们已经交出解药了 可以走了吧 小姐 这些人怎么办 欺负了我的男人 就这样还想走 是姑奶奶我好欺负 还是我男人好欺负 阿贵 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了 小姐 八个哑露 你们不能这样 我们已经把解药交给了你 你答应了放我们离开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讲条件 要怪就怪你们惹了你们不该惹的人 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 千万别来龙国 你们不配 曾口大人 快走车 哼 你们挡住他 我先走 这次任务虽然失败 但会向主上禀报 好好嘉奖 你们 你他们是想屁吃 我上有九十老母 下有三个月大的小母牛 能让你先走吗 就是 我都二十八了 还没谈男朋友呢 凭什么让你先走 八草 你们这些老六 阿贵 小心有诈 好的小姐 阿贵 他已经服下解药了 怎么还没醒过来 这解药没问题吧 小姐 我已经检查了 要没问题 这小子实力不低 也就是轻敌了 不然不会这样 哎 死鬼 还是这么粗心大意 行 我知道了 既然没事 那我们就赶紧离开这里吧 小姐 尿他 没事 他很快就会再见到我们了 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铁柱哥 你照顾好自己 我等你抽我呢 我惹你个DJ 我的上海少妇呢 奇怪 这些人怎么都嘎了 到底是谁暗中帮了我 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一直叫我 这种感觉好熟悉啊 到底是谁啊 卧槽 老大呢 他不会有危险吧 不行 我得赶快去救他